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完美選務所 我是甘果黑美人 相信大家應該都聽過 每個人的鞋櫃裡 一定要有一雙白鞋的說法吧 那尤其接下來要進入 現在進入夏天了嘛 當你身上穿得很平分 不知道下面應該要配什麼鞋子 好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來分享 五雙我覺得近期必須入手的白鞋 那講到白鞋的經典呢 絕對是非Nike的Air Force莫屬啦 但因為我覺得Air Force已經普及到 幾乎人腳一雙 所以這個我就不特別多做介紹了 而且我自己也有一款Air Force 我的是炫亞卓用款 就是那個側邊有四個 銀色勾勾的那個款式 對 好 那因為我個人 不是很喜歡那種死白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的五雙鞋 它也不會是全白的 色調可能也都會帶一點 米調或是灰調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首先第一雙我想要介紹的是 New Balance的CT302 那這雙鞋呢 是以New Balance 推在1970年代推出的 CT系列網球鞋為雛形 然後呢它結合了厚底增高 所以整體就是給人一個 俐落又百搭的感覺 因為厚底嘛 厚底本身就很修飾腿型 那再加上這雙鞋款的鞋頭呢 是做那種 復古的厚實源頭設計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是腳比較大的人 你穿上這雙鞋 你也不會看起來很像船 它也很修飾你的腳色 而且這雙是我們 知恩女神代言的唷 我們光看就是IU的 這個這系列代言照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雙鞋 你無論是穿得很休閒 或是呢穿西裝套裝 其實都是很百搭的 那像IU這雙呢 它是鞋後跟的部分 還有它鞋舌的部分 是有莫蘭迪藍的配色 可以說是整雙白鞋的一個亮點 那除了這款以外呢 就是像國外的網球新秀 Coco它有穿一雙是 那款我也很喜歡 也是我比較想入手的 所以啊喜歡厚底增高鞋款的人 一定不能忘記這雙鞋 好接下來第二雙我想介紹的鞋款呢 是New Balance 530 講到New Balance的復古鞋款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530這雙鞋吧 那它當然它最經典的配色就是 白鷹配色還有白墊配色這兩雙啦 那我自己也有一雙是白墊配色的 我自己覺得它完全可以堪稱 是一雙超級百大的白鞋 雖然呢因為它做的很復古嘛 就比較偏老低鞋那種 它乍看之下可能 風格會有點強硬 但其實你實際入手它 你就會發現 它配上任何穿它真的都不違和 那像我自己平常覺得 最不會出錯的穿搭當然就是 短褲配白襪再配530 那除了這個穿法之外 你配上牛仔寬褲 或是像是西裝落地褲 等等之類的也都很百搭 那但是呢大家可能沒有想過 我覺得它配上那種碎花洋裝 或是比較氣質的長裙 也會有意外的效果 如果啊你今天穿了碎花洋裝或是長裙 可是你不想要整體的風格被裙子 弄得太有氣質的話 我其實很推薦你們下面可以搭一雙 New Balance 530就是可以中和整體的風格 而且也完全不會違和喔 很百搭喔 530這雙我覺得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很輕 你基本上穿上這雙鞋 你可以完全沒有負擔 就好像你沒有穿鞋一樣 輕鬆自在地走一整天 所以啊如果你平常的穿搭風格 是比較素比較低調的 我就覺得很推薦入手白鷹色的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可能穿得比較有自己的個性 其實白墊色就很適合你的日常穿搭喔 好再來第三雙我想介紹的鞋 是艾比達的Samba鞋款 那這個鞋款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復古的鞋款了 它是艾比達的Original運動鞋中 就是在1950年代推出的第一雙運動鞋 它這一兩年因為陸陸續續被Jisoo Janie還有Hailey Bieber等 就是超級紅的名人穿過 所以又把這個風潮再帶回來了 那當然啦就是Jisoo跟Janie 我們他們穿的款式是黑色的 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白色的款式 好那其實這雙鞋呢 的白色款 它就是一雙蠻中規中矩的平底 那它也不是全白的 像它鞋底的部分是做黑色的 愛迪達經典的三線的部分也是做黑的 那我自己覺得它也是一雙很百搭的鞋子 你穿上身就是會給增添一股就是復古學生的感覺 無論你是配那種一般的T恤 牛仔褲休閒穿搭啊 或是你配洋裝其實都很適合 如果你想要嘗試這種復古校園的感覺 一定要入手這雙 好接下來第四款我想介紹的鞋 是愛迪達的Campus 00S鞋款 那這一雙鞋呢 也是由Blackpink帶起來的一股蜂巢 就是它們有四閨女嘛 剛好四個人一人代言了一個顏色 我自己覺得四人四色都很搭它們各自的風格 那其中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Rosa穿的這款 灰白拼接色的鞋款 這雙我覺得也可以算是一雙很百搭的白鞋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款式最人氣的亮點 就是它整體寬寬胖胖的 就是像麵包一樣 很有份量感 所以你無論是穿就是那種 運動套裝或是工裝褲滑板褲 甚至你是穿比較帥氣一點的工裝裙 牛仔裙等等 都很適合配上這雙鞋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穿很有份量感的下半身 一定也要配上一雙有份量感的鞋子 來撐起整體的穿搭 而且我覺得這雙還有一個小亮點 它連鞋帶都是做寬版的 給人一種就是有始有終胖胖寬寬的感覺 真的超可愛 對 那偷偷說呢 喜歡Jenny穿的那雙綠色的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介紹的是白鞋 所以我們就先不討論這雙綠色的了 好 接下來最後一雙我想要介紹的 就是EPT網球鞋啦 這雙鞋前陣子在韓國的代購之中 真的紅到不行 基本上小紅書的博主們人繳一雙 而且啊就是很多YouTuber開箱那種 去韓國的戰利品 也一定都會帶到這雙鞋 那這雙鞋呢 它就是燕麥色的鞋底 再配上奶油色的鞋身 所以我就問燕麥色配上奶油色 這個色調誰能不愛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一定也是一雙超級白大的鞋子 無論你是穿洋裝 或是你是穿套裝 休閒的牛仔褲等等 只要你穿上這雙鞋 你就可以一秒無痛變身成 就是溫柔氣質的奶茶色含牛 而且我覺得這雙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很低調不搶眼 所以我個人覺得又是我今天 這介紹的這五雙鞋款中 最無痛百搭的一雙 我們可以堪稱是百搭的天花板 好 那最後其實呢 講到白鞋 我還有一雙鞋 我自己個人私心非常想推薦啦 但不過因為我覺得 網路上對於這個鞋款的評價非常良極 所以呢 我就沒有把它放在五雙裡面 我就放在結尾的時候帶過這樣子 那因為我鞋已經直接穿來了 所以我現在拖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洞洞鞋 是超可愛的 我自己呢 洞洞鞋我有最基本的黑白兩雙 基本款 那黑色的呢 我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CROX的那個厚底系列 那這雙白色的 這雙呢是韓國的一個 的鞋款叫做Floater 好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介紹洞洞鞋呢 我自己覺得洞洞鞋其實真的 超級百搭 而且它真的很好穿 因為它真的很輕 就算像CROX那種厚底的 可能手拿的時候感覺比較重 但它其實穿在腳上 舒適度也都是很高的 而且啊就是實際入手之後 我才發現 它也是一個很無痛百搭的鞋款 你今天不管是穿的很隨便 或是很氣質很休閒 或是很有個性很街頭什麼的 配上洞洞鞋其實都超百搭 尤其啊洞洞鞋這一兩年 就是重新紅起來以後 其實你網路上隨便搜一搜 都可以找到超多可愛的鞋扣 那你看像我本人 絕對就是扣好扣滿 而且我完全沒有在管什麼 整體色調一致 或是什麼圖案合不合協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就是喜歡什麼 我就扣什麼上去 你看像我的上面 可能就有配配珠 或是藏小馬 或是小熊軟湯 或是一些鑽石 愛心小花之類的 就是各種完全兜不上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把它扣在一雙鞋子上 就是非常的無違和這樣子 好啦那總之 東東鞋喜不喜歡就因人而異 那我們回到前面那五雙鞋 就是我今天介紹的這五雙鞋 有沒有你很有興趣的 或是有沒有你已經入手的 也想要推薦給大家的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喜歡的朋友也不要忘記 幫忙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